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せーの 出た 位置を蹴ってここではない星へ 行こう 夢に僕ら手を張って来たるべき日のために夜を越え いざ期待だけ満タンであとはどうにかなるさと肩を組んだ 怖くないわけないでも止まんないピンチの先回りしたって僕らじゃしょうがない 僕らの声だよ 声だよ 行けと言う 好 回来 為何會播断日本話 今天我們請到日本通南秀郎 不是第一次上来 是 第一次 第二次 以前是鼎契我 作截部 因为我不在香港 阿正邁邀請南秀郎上来 阿正你為何會認識Paul 很多年 我知道你很多年 你為何不認識他 即是D100 DBC HK 之前就有台 那時已經結束 人網迷迷 那個年代 打招呼 我想講一下 我和南秀郎如何結束 原來 他一直都有留意我 我不知是真還是假 但他就說 見到我 就不敢跟我打招呼 又是真的 真的嗎 真的 其實我的樣子那麼可怕嗎 我的網友都說 見到我不敢打招呼 我最初 見到你在人網迷迷迷 那個年代 你們幾位 是 是啊 我看見到這樣的樣子 什麼這樣的樣子 我就是不明白 我又不會殺人 不是 那個部分是我的 類似斯文的樣子 哈哈 其實我都不覺得我 真的這樣 不過不要緊 你有氣勢 其實我呢 就和Paul 我都要講一下 我和他們的緣分 他的緣分就是來自什麼 就是原子 我在未加入網台界的時候 我就聽一個節目 叫恐怖在線 嗯 那時候Paul 就經常會在這裏做 不定期 是 都挺憨憤的 做嘉賓的 是 那我就經常聽見 他那時候講鬼谷 不一定日本 但多數是日本鬼谷 OK 那我呢 就 啊 對他有個印象 只要在人網上 因為他不是女 所以我知道 南壽朗已經認識了 我就沒有什麼 留意 反正我沒有什麼印象 在人網見過 因為人網見過你 我當然會很不怕醜地 喂 啊Paul 我好喜歡你做節目 可不可以和我selfie 之類的 但我又沒有什麼印象 七身而過 那時候都忙的 通常呢 譬如說 九點鐘做live 我們可能是八點十 就差不多 就是上去就要入studio 那就刷新而過 我也是十點開 變成了刷新而過的網網 就是那些情報 或者你看到我們的study 在我們外面走過 是 那我上次呢 就沒有做節目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其實 那我看到呢 咦 啊 為什麼阿正又會找了Paul 上來做節目呢 那今次上次就和江少說開 是 於是乎呢 就全合了我們今晚這一集節目 是 那當然了 以我啤梨的性格 當然是因為 無時不登三寶典 當然也是賺水的 是 但是不一定的 我覺得 有時候有些資訊跟大家講一下 還有不要那麼悶 你現在很多東西不能說的 是 那你記住一下 我們是一個愛國愛黨愛香港的節目 是 我相信你也是一個 我愛國愛黨愛香港的人 當然 絕對是 當然 好了 為什麼你叫做日本通呢 其實你真的很熟日本 其實日本通通通常有人稱呼 香港很多叫日本通 但是有 我敢說沒有一個日本通 是認識所有日本東西的 那當然 因為那個範疇太闊 是啊 但是這樣嘛 譬如說泰國通 可能他都是有這麼吃吃 顧問通等等 日本的範疇太多 那變成了我自己擅長的 有幾樣東西 畢竟呢 我想我跟其他的 日本通 有些差異就是 我在日本公司要打個局 OK 打個梁間 那可能我對職場文化熟悉一些 嗯 那我不知道其他日本通 對這些嫁妹有多認識 嗯 那我又認識過下一些 嗯 我們最有興趣就是嫁妹 一直 Lawrence 你不認識Lawrence 但是你知道哪位 我知道哪位 那我想問你 你是小時候 你什麼時候發覺自己對日本文化 在日本這個地方有興趣 我想跟大家一樣 就是小時候聽日本歌 嗯 看日劇 是 當然不是這個年代 是 其實不只我全家我哥哥姐 喜歡聽日劇 是 但你應該是遲些 70年代那些有沒有摺跌到 我小時候那些 什麼前程感受 什麼 什麼海豚轉身 嗯 六歲櫻痴 很小時候 那你應該 我沒有想像跟你算過年紀 為什麼呢 其實我是知道 六歲櫻痴 是 知道前程感受 甚至可能有提過一下 但是印象是很少的 因為只有幾歲人 是 反而 真的去到 譬如我這樣 真的有印象 可能已經是七八九年後的事 嗯 那我 我有印象 那些已經是 七八年七九年後 那些什麼排球女將 嗯 即是後一點的 什麼吳妻十八歲 那些 但是 什麼前程感受 就是太過hit 那些歌 那你就有印象 因為他會翻譜的 是呀翻譜 還有 大過一點 譬如那套 澤田賢儀那套 那套 很棒 那套 我不知道看幾次 譬如明珠播 看很多時候 那個年代 那個聲明珠播過很多次到日子 後來那時候 為甚麼呢 你做媒體 因為那個拉审 到期之前就進播了 喂 阿靖 你 你 有沒有看過 你知道前程感受那些 你有沒有看過的 沒有 他應該自然沒有看過 但是有重播的 有重播 都沒有 你問我 其實後期九十年代 是中興的日劇 不要說中興 大熱 冬雪駝載 木珠駝載 多年代 但是我印象中 我真的不是講製作 我真心覺得70年代的日劇好看一點 不知道是不是我小時候看 我覺得我只能夠說現在的日劇不好看 是 現在的日劇一定不好看 木村託哉 核贊都 我覺得都還可以 但是那時候也是一個很熱潮的 那些人都是去買法文 一套套 去看 開到成行來 你也是一樣 從小就開始對日本文化的興趣 然後有看過什麼明星 什麼平凡的爭取 有 但是年代有這麼多錢買的東西 那時候我大家姐很迷 然後我自己 我記得那時候住白 我家裡有板間房 雖然是自己住一個單位 那我張除了平凡明星 又不敢撕得貴 那時候他背了好時代 新時代的 香港藝來的 但是因為他 直至譚詠麟 梅艷芳出來之後 張國榮 其實那時候雖然很紅 譬如說林子祥 就是 喂 四大天王 救護四大天王 羅文關石結局 他會更紅 但是年輕人的偶像 就未必是他們的脫 真的 什麼石野真子 谷池圖子 忠心明彩 生口白胃 那時候真的很熱 那時候 你們未生長過 就不知道 不知道他唱什麼 不懂日文 就是這麼熱 那時候我把海報 中間很時代 便宜一點的 撕下來 就連滿了我的板間房 為什麼呢 大家如果熟悉日本文化 就很奇怪 他們那些女生 就算是十四五歲出道 也好 就個個都會有一兩集水著 必然要有 必然要有 是啊 其實我現在後來想回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老生 baby fact 但是你少年人 嘩 你怎麼這麼好 就算你幾純樸 他都會有一些水著 當然其實沒有什麼 但是當時 我就每一天 就是我睡廳 小時候 真的大個兒子 十一二歲後 睡廳開了 張藝龍床 就放著 就是那個 貼滿著我所有 日本偶像的海報 其實我最喜歡一個 大家猜不到的 是一個 你可能會知道 阿正他們也不認識的 就是 Pink Lady裡面 有一個叫根本 Pink Lady有兩個女人 兩個女人 有一個叫根本美 我不記得那個名字 我不會認識 Pink Lady 我想我們有一個網偶認識的 這個不認識 為什麼呢 他真的是我飛機的偶像 才霸 因為他 在Pink Lady拆火之後 他拍過《全可寫真》 那時候我覺得 這麼漂亮 這麼紅的人 竟然要拍《全可寫真》 後來我才發現 他更紅 重複慶祭 文化就是跟我們不同的 那年代 你說的Pink Lady 我認識 Pink Lady就是 七十年代 一個非常紅的組合 好了 那麼 你呢 在日本公司做過日本公司 做過日本公司 你接著 到日本公司有興趣 你是讀完書 你是去讀書 香港讀日文 然後再過日本讀日文 那你是一般的途徑 就是香港讀日文 讀到那麼長時間 因為日文通常就會說 最進階的時候 你是過日本讀 因為那些生活不好 會話上 你如果在香港有難練習到 然後 知道那邊文化 就做事不著數 就閃回來 因為我認識一些人 有留下來 嘗試做事 不足為外人道也 就是辛苦 結果回到香港 香港做過兩間 都是日本銀行來的 那就是某程度上 滿宅吃樹的朋友 對 是滿宅吃樹的朋友 對 為何你這麼十貴鳳灣 喂 但是這樣 你在日本辣 為何不著數呢 是因為你覺得有歧視 還是怎樣 我聽同期 他說很簡單去做一份工作 我當時是part time 買雪糕 他第一課教你鞠躬 鞠躬 鞠躬我需要你教我 不是 正常鞠躬 腰多少度 就是這樣 記住那個角度 當你做錯事 你道歉 你鞠躬 按下腰 記住這個度數 你記住 不同的狀況 有不同的鞠躬的度數 你聽完第一課 你就可以回家了 因為你要知道 原來鞠躬這樣去搞 其他的事情就是 收買人命 即使現在 我聽到他當地人說 他說 譬如拿一份工當 日本說 喂 有二十一日假 那就數吧 你當你拿完 兩星期還想去哪裏玩 他就跟你說 其實你覺得二十一日假 你真的可以拿完二十一日假 你上班是做事 你上班不是為放假的 今天也是這樣 那麼想像一下 在日本做事就不算 但是香港做兩間公司 因為香港 畢竟這裡是我們 我們 我們主場 那麼他就遷就我們通文化 變成我們忙中六點鐘 彈起來放空 他又不會隔我們 也不會要求我們OT 但是當地 就沒有上OT 經常是這樣 OK 但是我又打過日本人工 所以 上次我跟你們私下 試試也有說過 所以我們 特別是 我打日本人工的時候 是九十年代到二千年頭 我十年 我當時認識的日本人 包括我們的管理層 即是我們的老闆 還是純粹是consignment的一些同事 你知道日本公司 當然會找一些 例如日本的魚佬來賣魚 日本的蛋糕佬來醉蛋糕 即所謂 未必沒有錢 但是基層工作 那些 他們很享受香港 真的沒有人回去 每個人回去的時候 除非你過來說明 是一年做春醫 如果不是每個人 基本上 真的每個人都希望 九七年拿身份證 在香港 我跟他們 你有沒有這樣問 有 我跟他們溝通 極少數是不喜歡的 我問為什麼不喜歡呢 他們就說香港空氣不好 很多人 其他那些很喜歡 如果他們知道 香港出份量 就是公司幫他們交了稅 就是他出多少錢 那我記憶中他們那些人 做到課場 就公司出錢租給他 跑馬的米間 比華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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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日本人 一千七就是九個月住 他是住公司給了 租夠 出多少錢糧 分兩截 一截日本出 一截香港出 全部一毫子水 都不用納了 做春醫很熟 他做到不想走 這個樣子是他們 那個pay的問題 再莫講華在那裏做山大王 你知道 老實說 回到那裏 你在那裏做店長 回到那裏做店長 回到那裏做店長 是 但是 在香港 喂 他很自由 真的沒有那麽多 因為日本 我經常覺得 真的很抑壓 他如果不是 就沒有那麽變態 那些人 在其他方面 你想想 鞠鞠鞠鞠 原來 譬如我們 你不說我真的不知道 那裏 原來這樣 我們不會懷疑 不如我們對不起 我們真的說對不起 可能都會鞠鞠鞠 但是原來你是未夠的 就是你不學 不知道 原來你 道歉就要這樣 那你呢 你想想 那麽一絲不苟 其實對我們這裏 特別廣東人 就很 但是覺得很限制 很烈壓 有一個人吃腦的 就是我覺得 我完成到這件事 你不要管我過程 是啊 但是他不同 他一定要你跟足過程 是怎麽做的 如果不是呢 即使做到結果 他都覺得你不對 但是 但是其實 我不用歧視 但是我發覺 日本人去過山頭主義 都很大的 譬如 你去東京 一些大公司做的 會不會有些 譬如在外邊來 四國 北海道 所謂鄉下地方來 或者不是他們公司 那個 都會有些 有些難 就是有些 排渠 中國人有的 有 有 他在日本裏面 都直接有鄉下人 鄉下仔 這個 譬如是四國來到 他都會當作鄉下仔 有這個 即是地域之別 他很有趣的 但是東京 嚴格上來說 東京個個都是鄉下人 又不是 他們來早了 那些人來了幾代 歷史問題 假設你在公祈縣 他就當你鄉下人 如你所說 在東京的人 當然覺得自己是主場 但是有沒有我聽他們說 東京人不喜歡大阪人 大阪人不喜歡東京 關東、關西文化不一樣 但是確實如你所說 在四國去到的 就會印象上差一點 除非 不如這樣說 不要這樣地域先 其實他什麼大學出身 已經是註定了你的前途 條路掩走 那譬如你不是明大學的 那些女兒可能會聽 野雞 心理上 東大 完全 那個對待你都不同 OK 那我想問 好 你覺得 你說 發覺在那裏做事 真的前途都有限 那如果 譬如我們今天 我們晚一點 我們會介紹樓 是 我們會介紹移居 是 那我們如果過到日本 我們這年紀就無所謂 是 但是阿靖 譬如這麼說 去過日本 他打工都沒有運行的 就應該要自己做生意 做生意 不要打工 即使我們的歲數都沒有打工 即是 我們一定不會 是 就算要是 但如果你說 十幾二十歲 會不會辛苦 因為我聽到你的版本 是這麼說的 同樣地 你付出這麼多力量 你想升職 日本人 就 90%已經升職 你現在是華人 以外的人眾 120% 那我又覺得這樣的 你說好像排外 是不是 反過來 香港 如果我們公司請過 華人 請過印巴蕊 一樣 是不是印巴蕊 要很勤力 勤力過我們華人 我師兄他 我覺得是fair 即是要用表現來說服我 是 那一定 其實這也是我一向的中心思想 我不覺得這是其事 但是你真的要 你一定要努力 爆肝 但是譬如你說 我們現在這樣的年紀 譬如你說這麼益壓 日本是不是一個移居的地方 是 兩件事 益壓是因為你和他打工 他要求你的東西是 用了他的公私文化 對 譬如我們為什麼不喜歡日本玩 那些東西很一絲不咎 那些東西煮得很好吃 因為他整個程序要你跟到足 還有 我最怕的就是吃東西漏單 日本就極少發生 一個程序 他將他跟著 你要跟著程序去做 你不要說 他兩碟二炒 這個炒先是不准的 那如果你做的 是不是做死你 但是如果我是客 我移居 我花錢而已 我花錢我是客的時候 我不需要搜你這些東西 你走回我 等等 你意思就是說 他這單子夾在那裡 譬如揚州炒飯 燒雞翼 燒雞翼 揚州炒飯 揚州炒飯 是 我們那一件壓制 就是三個炒飯炒 是 他就炒完炒飯 是 就燒了那隻雞翼 一定要跟著程序 所以還要喊單的 不要留意他 哇 那就很浪狗 但是 確保你跟次序走 你不會漏 如果我在香港 我最討厭的就是 原來 三碟羞翼炒飯 炒燒 我明明先下單 我是很怕這些 所以我這些強迫症 就很適合日本 日本我包不用怕 跟足條單順序 你話說話 我真的沒有試過 我印象中 我真的好像沒有試過 在日本吃東西漏單 是有一次 我喊 剛剛這次去 喊不知什麼 為什麼這麼久 後來才知道 原來那個東西 因為我第一輪就喊 他那樣東西 是要做得久 因為全部東西是直到的 就是這樣 他真的沒有漏過 我真的想想 我沒有漏單 有一次有一個重點 真的很便宜的價錢 我玩手機 不知什麼炒飯 拼什麼餃子的餐 我看一看 我看了兩次 店員飛過來 先生你什麼事 我說炒飯 因為炒飯是逐碟炒壞事 你稍等一等 我行 直到見到炒飯出來 哇馬上紅了 笑容 送他上來 喂大佬 幾十元東西 你敢用服務 什麼事 今天我們做客 就是overover來講 因為我們不是去打工 沒錯 我們去做生意 如果你做生意 譬如生意好 當然你說這個世界一定是這樣 其實是OK宜居的 快樂的 簡直是開心 開心 開心 例如呢 溝女容易 這些 周星馳所說 兩個自己很英俊 都可以 你在日本也有住過 是 你覺得港女和日本女 真的沒有想法比 我不怕得罪女士 不是 OK 說真心說 好多朋友 先不要說女不女 我試過坐過日本女士的車 吃完麵 然後開車 我當時沒有執照 不開 突然停車 停在路邊 我說什麼事 剛才吃完麵 我有點口渴 其實你應該都口渴 我停了在便利店門口 是 我下車買東西給你喝 你告訴我 喝咖啡是幾隻雲子 果汁是汽水是可以的了 你告訴他 就來買給你 就是這個世衛 朋友來的 當然是 朋友 就是為了人身安全的話 朋友 為了自己人身安全 是 你覺得香港有沒有這種對待 我會覺得 我是不是做了什麼事 什麼事 什麼事 爬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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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這樣 那就是 外表是否靚 有靚或不靚 那是假的 但是 我聽見我很多日本朋友說 是 包括我們老友的 紫微星人都說了 喂 日本女生如果 可以跟你去完第一次街 是 第二次再來 再肯去街 基本上 你都可以達到 我們男人的目的 爬底 最遲第三次 首先 你約一個吃飯 絕大多數 第一次一定出來 第二次 你說今天都很開心 不如再出來 這就是關鍵 那他如果 他找個理由 第一次 最多數都是出來的 就是很少給你吃檸檬 那這樣也好 那這樣也好 香港女生有時候說 不如吃汁嗎 糟糕 這樣也會 沒有空 糟糕都不跟你說 第一次一定來 第二次就是關鍵 他肯來 就可以了 所以有機會發展 對 我們所謂的ABC法則 A就是 出得來 第二次出來產品 基本上有點疼 第三次dating 就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了 是的 值得 大家預備了 如果第二次 就算是香港來講 打卡 又拖手 第三次還不 說到朋友經歷行不行 朋友 自己不敢說 朋友經歷就是 他不知道這些法則 說不定 到第三次約會 然後那個女生就開車 然後他就 不如開車 很好 朋友上了車 唉唷 突然間忘記了路怎麼走 那我先開一下 說一說一說 哎唷 我回到自己的家門口 你想不去家看看 是 那朋友說 我已經沒有去家 他就上去看看 坐著又不走 是 他就在那裡 不知揭什麼書 就是在家裡面 是的 那個朋友懷疑 沒有理由 小說劇情 那些東西 然後就圖一下他 然後真的有些了道 在上去 後來那個朋友就說 不過沒有心理準備 沒有任何東西準備 是 我沒有想過這些情節 女生就抓了個桶 我有 準備了 媽媽教我保護自己 嗯 接著說了 話不說小說 劇情但你 是真的發生這些劇情 在世界上會是 OK 嘩 我覺得日本這個地方 真的非常不對 就是 我們 上次我記得你和我說過 一個 就是文化挺有趣的 就是那個 在樹底 什麼樹下的文化 即場文化 是怎樣的 是 你說哪一種 具體一點 你上次說 你凡親在樹下 看到的人 嗯 即是 說他們 要去 因為他們要去 準備那些跑腿 是 記不記得 是我嗎 不是啊不是 是你和我說的 是 說那些跑腿 你凡親那些跑腿 你只要在公園裡見到 那些人 是 在樹下 不知道做什麼 就是代表他們跑腿 還是怎樣的 不是我應該 可能是他們 想花的日子 然後帶一些交曝 去包圍 是這個樣子 不是你 不是我啊 不是我啊 太多 太多人 無論如何 不要緊 我們休息回來 好 我們看看你今天有 喂 錦旦是不是 怎樣 我還是想知道 那你 你就說那麼多鬼故 還有日本那些 那些其實不是鬼故 那些超紅燦 那些超紅燦 那你自己呢 那些人說富士山 你覺得日本醉陰在哪裏 醉陰在哪裏 我 我可能比醉陰 但是有一處 我覺得都可以 醉陰就是樹海 樹海 我們所謂叫自殺森林 我有去過 你去過 去過 因為那裏 可能你說營住好 他最高峰的時候 在裏面是找回 一年 找一百具屍體出來 吊頸啊 服藥啊 那些人去到 就死了 去到的時候我試過 你有沒有對這些東西有感應 本身 幸好沒有 才夠膽去 但是都是有 覺得 是 你不舒服的 還有有一個就是 有條界線 有人不給過去 一些人進去 真的指南針是不合的 會受影響的 會干擾的 手機沒什麼信號 我真的試過 進去的時候 那個所謂的危險區 就是會迷路的 你踩進去的感覺很不舒服 就是很厚的樹葉 因為沒有人進去掃 厚的好像是踩地毯的 好了再走幾步 那我那次就 不知道幸運還是不幸運 我看到藍的膠布 遠遠的蓋著 那些一般來的 日本的做法就是 有屍體發現了 嗯 就用藍色膠布蓋著 我猜可能有人發現了蓋的東西 嗯 那我就算了 就回頭了 就走 但是你也突破了這條線 突破了 但是就 我就是靈坦 嗯 又不是 又不算的 因為是日光日白 又覺得 人又不多 自己進去 就免得坐這麼進去 但是經過這次經理 有些男生朋友就覺得 喂 我下次開車 試試寵入 行不行 就是啊 我就是這樣想的 就是說 你會不會去到那些地方 如果這個人 磁場 又有些出來 又不太開心 會可能是受它影響 嗯 就是那些 collective 那些植物 反而就會出了事 因為如果你說 一年找到的 這麼大的森林 找到它成百 那你說多少人自殺 真的 真的 一年它平均日本 即不是全部都在那裏 以前高峰的時候 三萬人自殺 如果Under三萬人 就為之低了 那數很大 是 樹海高峰的時候 剛才所說的 可以找百多人的遺體出來 這樣也不 這樣 如果這樣算 是 香港也不會少得多少 三萬人一年 那就是一個月 即是一日大約是幾十人 其實是這樣的 日本那些人經常覺得 自殺大國呢 比例上 每十萬人死多少個呢 它不是最高的 最高是匈牙利還是什麼 因為它的日照比較遠 日本 日本之所以被稱為什麼 自殺大國 因為它基數人口 有1億 2億3人 那整個基數就很大 變相 高峰可以一年 有三萬人死了 嗯 OK 我們也不低 如果這樣說 我馬上計算 你隨數而已 我們真的不低 剛才馬上計算 我們休息一下 好